一边感慨蓝湛这么多年还是只身一人 说到底 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吗 又不是真的出了家做了和尚 于是又补充道 这种事情 需要回屋子里面 关起大门 此话一出 蓝忘机快速道了一声好 便要拉他回去 魏无羡真是哭笑不得了 怀疑真是在做梦 刚准备缓伤一缓 背后脚步醒来 还未转头 自下而上 人已说话 为 为前辈 魏无羡下一时就想躲 他这个身份敏感又特殊 之前掩饰再好 线下蓝忘机大婚 他做这番打扮 被带到的话 时有八九会被乱棍打死 呼呼 真是流年不利啊 居然直接叫住他了 不是身份被识破了吧 还是说蓝湛其实早就禀报他叔父 给他下套了 正惊慌纳闷 蓝忘机别过脸来 正对着那二人 二人似乎吃了一惊 说话都断断续续了 韩 韩光君怎么也 也爬到墙上来了 魏无羡捂着嘴 示意蓝忘机赶紧将人打发走 就见蓝忘机将他的手一并举起 我与魏英 要成婚 魏无羡真想一拳轰晕对方 这下身份暴露得更彻底了 而且他抓得太紧 压根没法挣脱 巡逻修士相视一眼 都知韩光君喝过了新婚酒 很有眼力尽地配合道 恭喜韩光君和魏前辈 魏无羡讹了一声 转过脸来 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那二人则是一脸的耐人寻味 魏无羡没忍住 你们在说什么呀 巡逻修士大概没见过魏无羡 你没生气的样子 有一点紧张 魏 魏前辈 今日不是 你和韩光君的大喜之日吗 确切地说 礼弊也不过是一个时辰之前的事情 云深许久没有这般热闹喜庆了 所有的人都沉浸其中 一修士道 韩光君不胜酒力 前辈你 不必着急 今日大喜 酒 是要喝的 魏无羡一拍脑袋 这要不是做梦 就是见鬼 修士极了 怎么可能是梦 韩光君与魏前辈 本就是绝配 魏无羡 你们张口闭口魏前辈 可真知道我是何人 他和蓝忘机 在云深不知处成亲 谁想出来的 两名修士终于看出了他的奇怪 相互私语道 魏前辈 不会也是醉酒了吧 我看相 今日这二人当职 不敢有纰漏 顺着他道 您就是宜灵老祖啊 这四个字从人嘴里出来 魏无羡当即整个人就警觉了起来 但立刻又发现 这两修士既不激动 也无多余反应 好像只是在讲一件寻常之事 他指了指自己 宜灵 老祖 这一指 还真把人整激动了 前辈 您不会把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吧 魏无羡心说哪能啊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 不应该是您二位忘了他 宜灵老祖都干过什么事吗 有意思了 最严苛 规矩最多 最不能容忍歪门邪道的家族 现在对他恭敬有加 简直受宠若惊到怀疑 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了 魏无羡强装镇定 友谊确认了一遍 那你们说今日 是我同你们韩光君 成婚之日 修士依旧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对啊 韩光君盼了好久的 盼了 好久 魏无羡 行 知道了 高兴 喝大了 你二人去别处巡逻 我这里没事 二人点点头 走时居然还嘱咐说 有事随时叫他们 今日云身巡逻的队伍叫往日加了两倍 魏无羡哭笑不得 加了两倍 魏无羡终于又听见蓝忘机说 回去 他回头 入目仍是心头一震 说句实话 蓝忘机是真的好看 平时穿着蓝氏校服就让人折服 现在这一身 说是惊艳不为过 不觉赞叹道 蓝湛 你真好看 蓝忘机直勾勾看着他 回应道 你也 好看 饶是他这一副深情款款 魏无羡吃不消了 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下角力便有不知 蓝湛你别这样 难以想象蓝忘机若真娶妻 女孩子如何能承受他这般热烈 魏无羡换了口气 想着既是梦境 云深之人对他也无敌意 那便放肆地玩闹吧 反正不用承担后果 心里盘算着 反手抓住蓝忘机 都还没到害时呢 急什么 上次回来 也没怎么逛 你不带我好好看看 云深不知处吗 蓝忘机表情依旧有点呆 但是很顺从他 去哪里 魏无羡响了一圈 呼得黑黑笑 后山 蓝忘机很明显地想到了 什么 斟酌过后 点点头答应了他 好 魏无羡心笑 不错不错 长进不少 大晚上去后山摸鱼 寒光君不反对 蓝忘机果然比他还着急 拉着他就在墙头走 他二人现在都穿着大喜艳丽婚服 看得魏无羡忍忍不住大笑 蓝忘机不解地看他 何事 魏无羡收敛了一点 刺激啊 不过嘛 我喜欢 很喜欢 他说他喜欢 蓝忘机眉间好像松了松 瞳孔里映出他的光彩 回应了一句 好 进而拉着他继续前进 魏无羡手心暖和和的 脚底像踩着月光 过目处尽是明亮的光辉 感慨 真是个好梦 要是能一直这么走下去 该有多好 想到这一处 心间被什么一处碰 当即摇摇头 想什么呢 蓝忘机回头 怎么 魏无羡多了多嘴 不由自主撒娇道 韩光君 可得走稳了 你要是摔下去 我也好不了 蓝忘机 嗯 看他如此之闷 却又莫名如此之可爱 魏无羡反正很愿意 被他这么牵着 也很愿意跟着他走 二人就这么行走在 云深的墙头 屋檐 红色的亮影 光彩夺目 魏无羡这才注意到 整个云深 到处都挂着 红彤彤的大灯笼 到处都有红色的绸带装点 果然是姑苏蓝二公子 真要是成婚 可不得这方阵仗 他大概脚步顿了顿 手边又被人抓紧了 后知后觉 蓝忘机现在手里牵着的人是他 他 他想到重生归世之后 自己的确与蓝忘机朝夕相处 不仅朝夕相处 还同吃同住同睡 不会是因为如此亲密 才导致自己做了这种梦 由此想自己是不是太欠了 捉弄人反受其乱 想着 要把手抽出来 却听到蓝忘机再度说话 快到了 魏无羡凝身一看 呵呵 果然 这不就是静后山的路了吗 正带要逗去 蓝忘机极其自然捞住他的腰身 携他落到了地面 万籁俱寂 一阵重鸣过耳 魏无羡玩笑道 蓝湛 夜里你们家修士巡逻 也不会来这里吧 蓝忘机 嗯 那我们 在这里干什么 都不会有人知道吧 挑着眉坏笑 以为人会生气 不料来了一句硬核 更让他应接不暇的是 对方直接将他抱进了怀里 动情地叫着他的名字 魏英 复杂 如此 还 裸